结果与讨论 一、根据步骤三判断 会与大理盐产生反应的是酸性、碱性或中性物质 有实验中可以发现 盐酸和醋酸水溶液会和大理盐产生反应 有产生气体的现象 二、根据实验结果 请描述并归纳这些会与大理盐反应的物质 还有什么其他共同的特性 盐酸、醋酸水溶液与大理盐产生反应后 都会生成二氧化碳 以红蓝石蕊氏值检测 可发现它们都是成酸性 盐酸和醋酸水溶液也会与美带反应产生气体 用点燃的火柴检测气体时 会发出噗的爆鸣声 这是因为产生的气体是氢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